这是中国的莲花定坤 问的 师尊佛安 师尊曾经开示 要相应佛菩萨 就要以佛菩萨的心为自己的心 以佛菩萨的誓愿为自己的誓愿 如此方能相应 就比如要相应白衣观音 重点就在慈悲两智 心惧慈悲 悲悯众生 誓愿寻生救苦 此心便是大势之心 行则相应此心 依照仪轨修行 日久定能相应 那么弟子请问 上师相应法的心是什么 弟子修习上师相应 虽能观想 虽能观想 一师尊合一 但弟子最近却发现 还是缺这么一点 始终难以触动 上师莲花童子的心 无法真正的修道 与上师完全相应 所以请问师尊 师尊的心 上师相应法中 极为秘密 极为秘密的这一点 是什么 弟子要如何相应 师尊 感恩师尊 慈悲开示 他想要问 师尊的心是什么 我曾经讲过 所谓莲花童子 这个童子两个字 就是大事 大事 这是大事 也就是莲花大事 莲花童子的试验是什么 他发了很多的试验 其中有不舍一个众生 不舍一个众生 是莲花童子的试验 还有粉身脆骨度众生 想起来也是 你要跟莲花童子相应 你要不舍一个众生 要粉身脆骨度众生 这是师尊 卢师尊的心 你想一想就好 礼拜六 礼拜天 都是人家休息的时间 Saturday Sanday 都是休息的时间 你看看 师尊在说法 从以前到现在 从年轻到现在 有哪一天我请假过 我生病了 红窝性组织员 在医院 住院 你礼拜六 住院也从医院出来 到台湾的医院 到台湾雷藏寺 说法 灌顶的时候 没办法站立 也搬个椅子 放在坛城的面前 脚翘子 脚翘起来 这样一个一个摸顶 蜂窝性组织员 蜂窝性组织员 在桌子上 这样子给人家摸顶 从年轻到现在 哪一次法费我请假 固定的法费 已经决定的法费 哪一次我请假过 那么 我跟师母讲 我早就应该要退休了 如果是公务人员的话 公务人员 早就应该退休 早就要退休 How old are you? 我的年龄是我的毕命 是鬼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是我的毕命 其实早应该要退休的 但当和尚没有退休的 我跟师母讲 只能够做到 不能够做为止 写文章只能够写到 不能够写为止 红华度众生 只能够做到 没有办法做为止 上师们可以请假 法师们也可以请假 晚上睡得不好 也可以请假 生病 当然要请假 今天有重要的事情 当然要请假 实在事情很忙 也要请假 所有的人都可以请假 只有卢师尊不能请假 就算你合龙 就算你合龙雅了 雅 你也不能请假 只要你还会讲 你就要讲 不舍一个众生 师尊讲过 不管你是什么人 就算你造了业 只要忏悔 这个犯了很大的戒例 只要你忏悔 只要你回来 我都给你hug 不管你是美女 或者是丑八戒 猪八戒的妹妹 猪八戒的妹妹 难道很美吗 一样的给你hug 不舍一个众生 这是责任 你要写文章 我每一次写完一本 二八一已经完成了 我会休息几天 想着下一本要写什么 题目已经定了 就把题目写上去 就是二八二册 二八二册 题目写着 欲见达蒙主事 是第两百八十二册 欲见达蒙主事 书名就是欲见达蒙主事 为什么欲见达蒙主事 师尊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画达蒙主事 十月十号开始画的吧 十月一号开始画 达蒙主事 这个画一张 结果连 印尼的连主上师 请走了 第一张的画 第二张的画 连生上师 请走了 我再画第三张的达蒙主事 结果是连满上师请走 再画 第四张的达蒙主事 是连满上师请走 连传 连传 年满先请 再来连传 第四张 然后第五张 是年龄法师 坚验 坚验法师 请走了 然后再来第六张 第七张 第八张 第八张 是哪一位 请走 不是吧 第九张 第九张 是连云法师 那第十张呢 还没有画是 是 丽丽法师 要请走 因为画了太多的达摩 所以达摩 他就现身 你看我就是这样子在做 达摩居然画了十张 明天要画第十张 因为很认真的画达摩 满脑子都是达摩 终于达摩出来了 他把我带到一个 岩洞里面 把禅宗的所有的法 付给我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 卢师尊的精神所在 所以你要相应 莲花同志 这个就是卢师尊的心 你有了这个 闭命的这一点 你就会相应 莲花定坤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